日前圈中大前辈苏书萍举办生日会 不少圈中人都有出席 包括文雪儿、吕友慧、程可维、罗兰等 连吴君如妈妈及蛇诗曼妈妈都有出席 文雪儿亦分享不少合照尚载到社交平台 日前有网民将照片分享到Facebook的旧香虫温群组 有网民见到昔日曾参演聚集乘风破浪的高庙斯 比同场的圈中人更苍老 不禁有些唏嘘 日前有网民于Facebook的旧香虫温群组分享苏书萍生日会合照 不少网民见到吸引于30年的高庙斯还有现身都感惊喜 不过有网民却留言指现年68岁的高庙斯比同场 差不多年纪的女星看起来更苍老 高庙斯完全任无道 但健康就好了 高庙斯显老、自然老、无打眼 都有不少网民历称这就是自然老去的正常样子 其实高庙斯是第一期TVB议员训练班学员 毕业后加入TVB 于期80年代拍过很多电视剧 其中与郑少秋和演的楚留相中 饰演李洪秀一角更成为他的代表作 另外一拍过书见恩仇录等古装剧 扮相轻力可人 不过90年代高庙斯吸引 跟随丈夫移居欧洲 二人没有小朋友 乐于享受二人世界 曾分享会似乎天气决定到哪个国家定居一段时间 生活血液 高庙斯只有时会到有人经营的英国海外升学顾问公司帮忙 成为普通上班族 早年高庙斯曾最常试过六年没有返港 近年却因妈妈以及Ber大部分时间留在香港 早前受访更没有断言绝不复出 说到身形销售 高庙斯亦强调自己身体健康 指尖中睡眠质素欠佳而令体重下降 退出娱乐圈后 一直与丈夫常居欧洲的高庙斯 天热时会留在葡萄牙 天冷又会去意大利滑雪 更会在比利时 荷兰 法国 西班牙等地方留下不少足迹 我们没有小朋友 又喜欢旅行 因此就会周围去 去到那里就是当地的食物 他曾试过最长六年没有回过香港 但2019年暑假 因为高妈妈很想见他 于是他就回港 因为社会运动后就爆发疫情 而意大利及西班牙的疫情都很严重 死了很多人 所以姐姐说 其实是妈妈救了你 结果他就在香港待了两年 碰巧他有朋友经营英国海外升学顾问公司 他熟悉欧洲 便去帮忙 过住朝九晚五的生活 有时甚至周六也要上班 我经常戴住口罩 大家不会认得我 但疫情前试过买眼 觉得我熟面口 一出生就被人认出 一定是那个年代的人 他自言喜欢欧洲的生活 与每家完全不同 好写意 所以他始终会回去 但今次阴住疫情 因为在香港逗留时间较长 于是最近便经常相约第一期无限议员训练班的同学相聚 就好像旅友会 程可为 黄允才 郭峰 金星贤等等 我们那年代读疫训班 经常见面 晚上除了跟刘芳刚学电影 一般女仔要去学中国舞 而男仔就要去学剑机 本身中学时有跳中国舞的高妙思 一有古装 导演王天琳就会找妙妙演出 我最初也有拍时装剧 但无限一开了舞打剧后 就套套都是古装 我想拍时装剧也无份 高妙思继的拍第一部舞打剧《书剑恩仇录》的时候 他就与李思琦相依为命 李思琦饰演的洛冰经常拿住鸳鸯刀 他饰演的周琦 就拿住阔斧大刀 而其他红花会的人都是全男班 那时候经常舞刀弄剑 高妙思继的拍得很累很辛苦 我们也做过开荒牛 在奎永界了场拍摄 只有一个冷气槽 拍完Dplayback的时候 大家要对住冷气口呼吸 高妙思也试过在变成了沙漠的场景拍戏 因为使用木糠扮沙漠 拍完回家鼻孔都藏了很多木糠 而且变成黑色 一向拍惯古装的高妙思 古装扮相轻力可人 邵义夫也曾经叫他去邵氏示镜 穿着轻装 但我忘记不知是拍什么剧 我的妆画当好肉酸 还要在一个舌头里面 周围有许多舌 高妙思与郑少秋也合作过不少电视剧 最为人熟悉是楚留香 他饰演楚留香的三位红颜知己之一的李洪秀 其余还有赵雅芝的苏荣荣 以及廖安丽的宋田儿 那时候秋冠一见到我 就会叫我老婆仔 因为他觉得我是他老婆 但其实我未见过他第一个老婆 现在回想起来都很开心 但拍剧真的好辛苦 但高妙思另一套最为人熟悉的电视剧 是早年1975年的《乘风破浪》 讲五位女孩的故事 分别由赵雅芝 高妙思 程可为 庄文清集杨师弟饰演 我记得那时候要拍一场八毒木舟的戏 好惊 还要在龙谷摊粉了一晚 隐瞒日出 有好多回忆 那时候赵雅芝参加完香港小姐1973年 开始拍剧不久 当时她拍剧好像木头 杠狙狙 她自己也认同 因为她讲对白始终不太清楚 我就叫她不如试下日日读报纸 拍过四十多部剧集 那高妙思自己最满意哪一部呢 其实无一套好满意 接了戏后 尽自己责任做到最好就算了 已登陆的高妙思 身形仍然像少女般窑窕 有何kipfit秘籍 我完全无kip 而且食很多夜 食叉烧 我要食肥叉 但我天生很难肥 经常维持在九十几 一百零几磅的高妙思 当年更是过在马来西亚拍剧时 只有八十几 九十磅 不是有病 我想那时候是因为粉的无好 才会显瘦 地反香也觉得自己瘦 她又喜吃甜食 经常外出用膳 同时也懒做运动 但得天独厚 十几都无肥 她最近做过全身检查 一切正常 完全无三高 我唯一高 是我性高 高妙思不忘搞烂盖 不过 她十多年前 已发现自己有前眼症 而且医生说 可能会有前造综合症 即是开始时眼前 之后可能会影响猴钱 所以我现在都很小心 退出娱乐圈后 高妙思一直过注油山玩水的生活 我不够单买股票 因为我是无输得的人 输晒点算 受不到这些刺激 所以不熟不敢买 她有在海外置业 但详情就卖个关子 唯一可以讲的 是储蓄的重要 我从小到大的教育 加上本身的性格 赚一百文 就会留起三十文 尽量不动这笔钱 如果买了名牌后 什么也无晒 要结衣缩食 我宁愿不爱名牌 其实穿衣不失礼人 就可以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TVB涌现的许多经典影视剧 现在看来依旧制作精良 故事柔美感人 以前郑少秋 赵雅芝这对大屏幕情侣 至今照样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 其实当年才出道的赵雅芝 并不是TVB最红的女明星 还曾为扮演陪衬他人的绿叶 1975年 乘风破浪中 赵雅芝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副角 主角高妙思宏吉一时 剧中的高妙思英姿飒爽 一经播出 许多少女都是她为偶像 把她的海报贴在床头 高妙思成了时尚界和广告圈最炙手可热的女艺人 当时高妙思刚满二十岁 乘风破浪也是她的第一部作品 一出道便迅速走红 成为TVB当家花旦 1977年高妙思主演点指桌贼嫌简单女主 该剧午夜场仅一夜就收益于10万元 在70年代的香港创下了绝无仅有的高票房 高妙思被誉为百万女星 之后高妙思一气呵成 主演了书见恩怨录 绝代双娇等多部武侠剧 最经典的要数1979年 郑少秋版的楚留香 高妙思靠着高挑豪气的外表 主演郑少秋的红颜之籍李洪秀 而赵雅之则在同剧中扮演温柔秀气的苏荣荣 雅人形象 气场各有千秋 高妙思英姿飒爽 赵雅之温婉如水 大家更喜欢谁呢 片中郑少秋扮演的相帅 也是在俩人之间摇摆不定 李洪秀对她的暗幕之情从未表白 最终也只换得落寞收场 高妙思事业如日中天之时 爱情也暗暗萌芽 高妙思与当时邵氏的演员思维暗生情愫 却因事业只能秘密同居 而且在意大利留学六年回来的的思维坚持不婚主义 高妙思只能为爱委曲求全 同居近十年依旧不婚且无子 思维出身书相世家 父亲是澳门颇有声望的钢琴家 高妙思从为其短暂吸引 却不到半年 仅因思维的几句话 又重返影视圈 然而芳华一世 八十年代的末的高妙思已不再是当家花旦 只能主演一些贵妇 妈妈类的配角 1989年 思维终于向高妙思求婚 同年高明思吸引 随思维移民法国 苦尽甘来 销声匿迹多年 去年 港媒抓拍到高妙思返港在茶餐厅与密友话旧 照片中的高妙思 身段苗条与三十年前无差 精神意义调养得已 看来大概生活十分幸福 与至今仍活跃在人们视野中的赵雅之对比 高妙思在当红时选择选择为爱吸引 不失为另一种令人呈现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